こんにちは,FRCです Hello,一直想開FREEDOM的R 我們又回來了 GUNDAM SEED FREEDOM 想不到還有東西要說呢 其實有很多東西要說的 看上一條,反應也很好 大家都很喜歡劇透的 我一開始還怕被人罵 不會啦,SEED FREEDOM 還有我覺得我要先說一下我的心路歷程 上一條大家都看到的 都差不多47分鐘 即是在臨近50分鐘 現在也有約5-6萬的感覺 其實我也有點嚇倒了 是凌晉用生命剪回來的片 你知不知道那條也是用生命剪回來的 整件事是怎樣呢 那天我們看完 即是25號凌晨 即是25號到26號的凌晨 那時看完就變成26號的凌晨2點 然後我們一下子就飛回家 大概3點半、4點開始拍 然後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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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到5、6點 不是,6到5點而已 然後我們7點呢 又要回到戲院排FREEDOM 那些GOOS 排物犯 排物犯 排完都排到9點多 然後R就走了去走 即是他自己走 因為我們都走了 所以分開走自己想走的東西 你知不知道我去哪裡 我知道 我去了這個新宿的 那間叫什麼 花太龍還是金塔 我不記得了 人家看鹹片那些 對,人家看鹹片那些 類似網吧 你們平時走日本 看到什麼DVD鑑賞 被人進去打飛機 不過其實那些DVD鑑賞 有些都是不是DVD鑑賞 來打飛機 有些是給你看動畫那些 只不過他進去那間 沒有,你一走進去 我告訴你 地下那一層全都是鹹片 但是 作為一個很純潔的人 我直接進去 拿了電腦出來 我剪了8個小時 大家都明白 有沒有看罩 這些不需要說 但真的剪了8個小時 你明白嗎 已經是沒什麼睡覺了 我想說我走進去 他逼你選 幾合的 幾合的 大家都知道是什麼 然後放進去 他問我 那個利用時間 你打算用房間多長 GG格 然後他呆了 店面一定以為 方寧俊要在房間裡 打8個小時飛機 神經病 但anyway 因為裡面又有Wi-Fi 又有電掣 我走的時候我都看到 那裡寫著有Wi-Fi 所以拿來剪片是不錯的 還有那張都是沙發椅 舒服的 那個環境是不錯的 不過我們都已經累了 其實那一刻已經累了 進去那間房間 我們走去吃外面 我也還記得 吃吃外面 方寧俊都不知道 他在說什麼 有瞬間就要無論資 對 總之我剪了8個小時 真的剪到天下 你知道嗎 我在日本剪片度過了一天 因為我坐凌晨機 第二天的後天又早 不是凌晨 所以我就進去雨田機場 然後進去雨田機場 繼續剪 Exactly 大家看到 我是不知道 26號晚上爆來片出來 27號 總之 我記得我1點鐘up片 我就是用機場Wi-Fi來up片 整個心路歷程是這樣的 都說得到 沒想到 開心的 然後其實現在這個期間 我是剪一條 我在日本 就是剛剛我們去了那麼多 不同 和Seat Freedom有關的地方 拍一條vlog 到時大家遲些再看 但是之前我們已經有了一條片 對 現在就先弄了一條片 這條片說什麼呢 就是講一講Seat Freedom 因為我們是一週目 就是第一個星期入場 然後呢 當時就會送一些特典給我們 對 有兩款的 今天就會講一下這兩個特典是什麼 然後也為上次的影片 上次的影片大家都看到了 其實很多comment 當中大部分都是讚 好像也有一些辣 應該是日誌 有些不理的了 有一兩個位置可能就被糾正 我們叫 那或者這裡也糾正大家 這樣 提回大家先 就是在講接下來的事情之前 就是 其實接下來說的事情 都是劇透的 不可能不劇透 因為劇透才可以享受到 那樣東西 如果很介意的 聽到這句話可以走了 如果不是就繼續的了 上次我們不是說到 然後吉拉坐了上Striving林 即是魚馬斯坦坐 然後吉拉坐了上去 然後跟紅戰士 跟大佬基 打了打了打 然後就說打到變灰色 然後那時候就說 是不是打到沒有電 打到變灰色之前 其實也有一個影女畫面 就是他沒有電 就是大家知道那個畫面 那時候我跟R 我們也是看一次而已 然後 看完我們才說 為什麼沒有電 對 身為一個大王的專業粉絲 就說 沒有電 就是我們會很懷疑 再看我們出色的觀眾 也有幫我們補完 我們就再檢查一下 這些都是要檢查的 就看一看 看看Striving林 原來是跟Destiny一樣 都是用Hyper Deuterium Engine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Destiny在打 Striving林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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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tiny的第41集 第42集 第41集 第41集 第42集 第42集 反擊之聲 類似這些 我記得有一個很深刻的東西 就是打一打他回去充電 因為雷說他已經沒有能量了 快點回來補給 但是那時候 Destiny核能 Destiny為什麼立得這麼滑散 但是我們多檢查一下 原來Destiny和Striving林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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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消耗大过你供出来,整件事就不够了 再简单一点的说法就是 有部垃圾的iPhone已经没电了 电已经是垃圾了 既然只剩下3-4% 你还是这样用啊 插着电线,插着电 但是这个时候你又不断用打电机 然后它也在那里跌,就是这样 对了,非常之好 在ZipD里面,Strike Freedom是没发生过那件事的 我们第一次见SF没电都是剧场版的 就是剧场版最厚那里了 所以就是说红战士和大脑机其实打得很厉害 是,强于何大,我都要这样被人压着你 不过可惜,最后换一架飞机之后 他们就变成了 我都不懂得说 就是这样了 而说起这个电源的问题 我突然想起,我上次没说过的 其中一个情节 我都觉得挺出色的 说什么? 就是Lamay Destiny是抱着Impulse的 哦是呀,他们最后头对头那里 头对头,接着他送Deuterium Beam 那个位置我是一来觉得搞笑,二来觉得 又沿用整个设定 因为大家很深刻的嘛 Inpulse无电就永远要智慧女神偷射出来 他就是Destiny射到Inpulse的头 这个位置我觉得还挺好 他们还要在打路 还有真,他们才会这样 好像拖手那样在保电 这个位置我觉得挺帅的 然后就还有一点 就是刚刚跟R吹起的 我都说要一个美中不足的位置 就是那时候就说Shin这个黑暗面太大了 就是Stella出来救他那样 但是如果那个位置有Maryu呢 就应该会更麻烦 有她妹妹那样也挺好的 或者再有她那个座仰父亲 座仰父亲我觉得未必 因为座仰父亲其实杀了他 好像本人他都不知道 反而Maryu就什么了 但是都没有的 我们在剧场上也算是有见到Maryu的手机 有手机很明显拍着手机 所以他没有被忘记的 但是如果在阴暗面那一部分出来 就可能会比较好 有关C3人套戏就是这样 真的讲特典了 特典是什么来的呢 特典来说它分A和B两本 它有个银色的包包 然后包着 包着一本书和一张卡 那张卡就是如果大家有玩 大家应该都没有玩的 不过日本另一只街机游戏 就叫做Gundam Arsenal Base 是那些放着一张卡 一副deck的东西 然后就放一放一放一放 因为都是战略游戏 其实是挺有趣的 我日本玩过 那就会有分别是Rising Freedom 和Emotional Justice 那两张 那本小说也是随机的 那我们很幸运 那刚巧每人抽了不同的东西 所以可以集齐了一些东西 集齐了我们就看完了 那小说来说就有A和B之分 那A那本就叫做二人之逃避行 而B就是月光之旅舞神的Conovalicule 先说A那本吧 那这两本其实有什么用呢 其实都是给你 补完一些剧场版里面 会有的细节位 剧情 但是其实是否很重要呢 又不是说很重要的 只不过有的话 你就可以更加好好享受剧场版 是真的 我觉得整件事就是 你看完一次剧场版 然后你拿到这两本 那你再看完这两本 再进去意证 然后就说原来这里是这样的 为什么会这样的 对啊 类似是这样的 那我们就尝试用我们的理解能力 去告诉你们 是发生什么事 那它那本小说来说 其实它也不算很长的 就是说都是二十多页 每本都是二十四页 刚好 先说二人之图备行 就是A 封面就是阿斯蘭和卡加利 那这个也是一个 我想大家都会很想知道 很关心的事情 因为很简单 大家有看CD都知道 后面是换了女的 是 就是叫做换了女 痴线的 背后那件事 就是因为监督福田 不喜欢当时卡加利的声優 进行上去 现在连声優都换了 大家更加知道福田是生气 所以就是出于剧情的编排 就说藏了卡加利这个角色 就变了美灵上位 整件事其实是很荒谷的 如果大家有跟开的话 因为卡加利其实都叫做人气高 卡加利本身就已经是 阿斯蘭和他一拼了 由Seed那时候 由Seed那时候大家看开 就是会很想这一拼继续一起 但是去到Seed的后面 竟然是去到这样 大家都不太接受到 最后第四十几集 他们一起上宇宙的时候 卡加利和美灵说 我不可以跟过去 之后阿斯蘭就交给你了 虽然是很疲倩的 是整件事很疲倩的 也有个位置有人骂的 就是因为那时候 阿斯蘭和美灵那条线 开头都没有交代 是有点强力 而且如果你们有留意的话 美灵一开始看着阿斯蘭的样子 是有点不矩的 我记得 在最后的几集 如果大家有空可以开回来看 我记得也是 插完老虎 跌到海之后 就突然间有动情 不是说不行 但是有点强力 然后去到最后 好了打完大战 你说那时候陪他上宇宙而已 但是你落到地球 SOMO也没有他份的 就是在remaster版会有的 最后一集 他有这个画面 最后就是阿珍菲尿 接着是吉拉大战 他就握手了 你会见到陪他去SOMO那个是 美灵 而不是卡卡丽 整件事是疯倩的 当然啦 他的交代就是一直说 因为卡卡丽很难忘 在一个奥布的手上 现在已经讲了一本小说 交代的内容 所以整件事就是 大家会很关心 到底卡卡丽和阿斯蘭是怎样的呢 或者美灵又怎样的呢 因为你们看剧场版 如果你们有幸看到剧场版的时候 你会发觉卡卡丽和阿斯蘭好像已经好了 没了隔膜 即是他们会聊天的那些 甚至去到最后一段 大家看得出他们已经接近情侣的关系 不是接近情侣的关系 也就是了 又曬戒指又曬镜面 美灵就收了皮 所以整件事 就是很多的答案 大家会很想在二人之图避行这本东西找到的 那就简单讲述一下发生什么 这本东西讲什么呢 就是讲其实在 CD过后 CD过后 阿斯蘭就做了特务 大家都看到了 大家看过势力图就知道了 就在这个叫Terminal的组织 就做特务 帮澳布或者帮Compers去调查 应该是澳布 即是隶属于澳布 隶属于澳布的 而这个组织里面 就是阿斯蘭和美灵 一组的 就是group project 阿斯蘭就被 在这本小说的开始 就被卡卡丽约了 去匯报 就去找他 阿斯蘭就很不明白 为什么匯报要选一些 那么市街区的地方 那最后呢 阿斯蘭去了一间 日式料理店 就是食文字销 或者大阪销之类的 那些问题的一间店 就坐下了 他自己就很不安 因为一来他不明白 为什么不去官邸 就是不是去一些大派的地方 对了 就算是卡卡丽都是无个位元首 所以他就不明白了 就坐下了 然后看到一些食物 又觉得很奇怪 因为文字销那些 原来阿斯蘭是坐下来的 因为他们是宇宙人来的 对了 阿斯蘭是住养的 从来都没吃过 之后呢 卡卡丽就来到了 卡卡丽就坐下了 卡卡丽还要穿个私服的 是 就是大家 如果根据伊拉斯图的话 就是根据封面的话 就是他那时宇宙的红色衣服 红色上半身 然后穿着一条白色的长褲 就是宇宙的那件衣服 然后穿着平底鞋 波鞋 不是平底鞋 那就是完全一套私服 他们坐下了 然后卡卡丽也有轻轻地交代过 为什么会选这家文字销呢 就是因为这家很好吃 而且是Rambo佬带他去的 又是Rambo佬 Rambo佬的Kisaka 吃又吃打又吃 是神经的Rambo佬 接着就带了他 他们两个就吃了 吃的途中 阿斯蘭就一直向卡卡丽回报 这个时候就跟Seed Freedom本篇的内容有关了 是的 就去说回 因为大家记得的话 就是说整件事 为什么那时候Compels会给Foundation先 就是因为要找Blue Cosmos的盟主 就是Mikelu 如果大家不太记得的话 都可以看回Onington那条片 再看多次 然后阿斯蘭的任务之一 就是去调查南宇宙盟主的所作位置 然后阿斯蘭就说 他应该在Eurasia 就是欧亚联邦 和Foundation的军事缓冲大 就是中间的地方 简单来说 他也说这个时候 应该是卡卡丽说的 就是说 刚刚Foundation也都向Compels 提出这个 共同作战的邀请 甚至Foundation是想加入Compels的 阿斯蘭问 那怎么办呢 然后卡卡丽说 当然不认可 不认可住 不让他们加入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说 他不想触碰到欧亚联邦 就是Eurasia的议论 这里可以看得出 Foundation和Eurasia 是不符合的 亦都是我们剧场版看得到的东西 就是为什么要拿一个 为什么要第一时间要射 就是因为他们不符合很久 而同时也有提及到 就是 阿斯蘭有提及过 Foundation这个国家 就很急速成长 就是在第二次Yakindui大战之后 本身是一个烂地方来的 之后已经变成了 大家看剧场 就是又看剧场版 就知道他挺华丽的 好像整个欧洲法国的结衷 但是就是说 整件事就很Iyashi 就是很可疑 为什么会这么快呢 那阿斯蘭就觉得 那可以不可以 他说要加入 又要共同作战 那阿斯蘭心里就想了一句 这个小说 Except Wording就写了 就是说 那个timing 实在是太过诡辟了 我们就叫 他直接说 好像就是想 借着这个Mikelu去做利 去引不知谁出来 结果引了谁出来 大家看剧场版就看到了 就是引起Galado犯错 Yamini och Chirokina yamato 就是就是红眼Galai 就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他们就继续吃东西 就是他就交代完这件事之后 就完了 他就继续吃东西 吃东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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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那之后那些位置 虽然不是很关系本片的事 但是我们也详细讲一点 例如阿斯蘭看到那些东西吃 就觉得很奇怪 不想吃 对 然后卡卡里就说 你也不想吃 试一下吧 就打情话诏 这些朋友 然後你治女行家會看到他們 也有個 還有一段關係 最好是甚麼呢 卡卡利就問阿斯蘭 因為他們應該看得出他們很久沒見 問了 最近你怎樣 然後阿斯蘭就想說一些開心事 不說公事 最近同尾 一說到尾 就知道自己拆了 沒理由約一條女 說了另一條女 果然是阿斯蘭追女之王 神經病 果然是多女 阿斯蘭就馬上說 知道自己拆了 但他想回頭就說 其實最近 因為一直在Terminal做任務 做任務都是跟美玲兩句 想到的話題都是跟美玲有關 所以就拆了 然後他就覺得這個很尷尬的氣氛的時候 有一件事發生了就救了他們 就是甚麼事呢 就是突然聽到很大的聲響 有些交通意外 原來外面 大爆炸 一開始不知道是甚麼事 就是店裡的店員 就是那個Waitress 一聽到大爆炸 全部突然起立身 原來全部都是警衛 整件事就是甚麼事呢 因為卡加利一開始 其實交代了 他說今天是完全是private的 就是放家 我今天不勾 你們不要有人跟著我 也都在一開始見阿斯蘭之前 已經有說了 其實他作為奧布的元首 他是忙得很糟糕的 即是說一放下支筆 就二十條人衝過去找他 你想像就是一間公司的CEO 其實都差不多了 即是沒有停過 他就說今天難得就是想停下 所以他就約了阿斯蘭去這間隱世的日本餐廳 但他發現原來 原來這裏都是這樣的 那些Waitress 全部都是護衛來的 全部都有戴耳機的 原來沒得到是我自己的安寧之地 那便沒有人 卡加利馬上生氣了 然後那些護衛就說 但代表會很重要的 你萬一發生了什麼事 那我們怎麼辦呢 說過頭中 卡加利真的不開心 那阿斯蘭見到這麼不開心 卡加利的時候 就突然間 那我們這本書的主題叫逃避人 他就突然拐走了卡加利 他就開始逃避了 就在那裡走了 我想有幾頁的篇幅 就說他怎樣在街角轉來轉去 阿斯蘭很抽得 然後打開一些警衛 然後怎樣怎樣拖著走 最後呢 終於去到一個沙灘 沙灘孤島 兩個在那裡走 那這個時候呢 有一個小插曲 就是大天嗜號 即是收到消息 有人報給大天嗜號 說卡加利被人拐走了 那開頭 是大波蘭不長 馬路就想 什麼事啊 被誰拐走了 阿斯蘭珊拉圖 然後 啊 然後穆拉布拉家終於說 欸 穆拉布拉家也是那些 穆大叔 笑得很淫賤 那些 那之後 奧布那些人就問大天嗜號 有沒有收到消息 對 代表大概會在什麼位置 知不知道 大家都知道 就算他們收到消息 都肯定不告訴他們 因為知道他們兩個 本身就是一批 給他們一些私人空間 其實卡加利和阿斯蘭在一起 其實是絕對安全的 對 那也是事實 好像中間也有透露 就是那些警衛兵 在那裡說的時候 就說不夠阿斯蘭打 然後總之有一些 比較有經驗的警衛兵 就跟那些年輕人說 那個是阿斯蘭渣 你知道是誰 思義最強的男人 然後還說 除了阿斯蘭渣之外 他還有另外一個名字 就是阿歷斯丁奴 就是CD第一集 你會看到阿斯蘭的化名 就是元祖級護衛 沒錯 就是連這個當初的複線 也有說出來 是 那我是ok的 然後就說回 艦長和穆大叔 那我就說 總之阿斯蘭和卡加利 一齊就絕對安全 然後穆大叔還很淫詞 就說真的安全嗎 是 然後這個時候 馬路艦長悲了幾下 是 比較好色的 那些 互動 你只看字都覺得很過癮 我覺得 當然你要看明日文 然後 那卡加利和阿斯蘭終於走到海邊 卡加利就說 其實這樣都已經很夠了 今天 不知道為什麼很滿足 因為阿斯蘭還打算帶他去其他地方 不知道是不是跟你一起 跑來跑去 我覺得很開心 好 回去工作了 整件事就完了 工作狂 就是在工作狂 最糟糕的是 最後 卡加利和阿斯蘭道別的時候 都說 幫我和美玲打招呼 大火宣言 真的大火宣言 美玲就真的抓都沒有了 但是大家慢慢想不到 我原本都以為 在這本影片裡面 會看到他們抱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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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書就是一本叫月光的女武神 即是Seed Freedom的心角色 Argness 即是當到法子 那個表紙 這個表紙更加補充幾個層次 我看完之後你對這個表紙的認知 真是顛覆了我對女人的認知 神經病 這本書一開始就已經是由Seed D開始 Seed D在大戰的時候 首先要說大家記不記得 有兩個其實Seed Freedom好像沒有登場 我們就不記得了 不是太監 可能有一兩模 可能有一兩模我們不記得了 總之Minelluba即智慧女神號 其實有兩個 整備佬 有一個是挑染的 有個慘霧 還有一個黑人 他這裡又說回名字 我看的時候 我永遠記得慘霧的 只不過那個黑人對他剛剛跟我說 我才回到 但我看書的時候看到這兩個名字 我直覺就知道就是那兩個 然後我就google一下 原來就是這兩個 因為只有他們兩個有樣子 有差料 總之那兩個是整備佬 那時候幫Seed整備 都是朋友 尤其是橙毛和阿珍是挺朋友 對 抱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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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 阿瑞是同期的 和阿瑞是同期的學生 對 同期的學生 而這個 Rubino和Yoran 都是同期的 只是一個整備班 一個派諾班 只不過是修讀的科目 只是修讀的科目不同 這本《月光之法》 主要都是交代他整個 心路歷程 以前發生過什麼事 大概 恩怨情愁 然後再塑造這個 這個身角色 有幾個表紙 對 那發生什麼事呢 為什麼說到那兩個整備佬呢 就是說回這兩個整備佬 就突然看到一些 看電視或者什麼都好 總之收到消息 對 就看到 這個母文我們是在說CD的時候 對CD的時候 就是 剛剛就是打到最後 剛剛打爆Freedom 最後的時候 不是 都打爆完Freedom 差不多 打爆Detroit 那期 就是38 大概是那段時期 那時候他們看了那些廣播 就是電視直播 那類 總之就認知到 原來Arknex就做了月光之Valucula 有了這個名號 就是因為Arknex就建立了 不知道什麼戰功 那樣 所以就被曝以月光之Valucula 這個名號 然後就做了訪問之類 跟著呢 他就收到一些訊息 就是收到Bino 即是熊號 整備佬 我們叫做 整備佬 送給他的message 就是整本書是由這樣開始的 這裏首先呢 就會交代Arknex整個生活歷程 原來Arknex就是從小到大的精英來的 就是他已經在士官學校的時候 就已經是精英了 考第一舉來的 學霸 高級人來的 作為一個學霸的自尊心 好高 就是大家其實看起路 感覺到的 亦都可能跟他出生於家 也是一些高階的家 他父母都是政府高官 但是問題是 正正因為他父母是政府高官 所以就故意將他從前線的調走 因為怕他有危險 就好像最後那時候 伊薩古媽媽就是因為怕伊薩古有事 所以將他調到後面一樣 安安全全的就OK了 那類的 那Arknex反而就不喜歡 因為怕 因為他是一個心頭很高的人 他很想去快點建立一些戰功 令到自己聲稱加人工 我自己又有料 為什麼我要這樣這麼厚 對 所以他覺得父母這樣去做 其實是多此一舉的 是 他也很心急去建立一些戰跡 是 這裏也有說過 他在後方 當時的同期 即是阿珍和阿露娜 他們就在米尼瑙巴那裏 智慧女神號那裏 然後後期 智慧女神號就迫不得已 被投入於實戰 大家在CD一開始看到的東西 他這裏有說 Arknex當時其實是很妒忌的 是沒有妒忌的 但是怎樣都好 Arknex也都憑著自己的實力 就建立到戰跡 變成月光之類武神這個稱號 那整件事就是這樣 接著就有交代他們在讀書的時期 說讀書也是一年之內的事 大家有看到 奧布被襲擊 真飛鳥陷家產 那都是 7-3 7-1 7-1 但是你7-3 已經拿著煙袍出來 拿著劍的煙袍出來 安德達慈華 讀一年輸就可以拿著高打 大家努力一點 太厲害了 所以其實是一年的事 但是當時 原來Shin在士官學校裏面 是一個垃圾來的 是一個漆頭 就好像火影忍者的Naruto 是吊車尾來的 怎樣吊車尾化呢 簡直是打無二戰 十四秒修皮 是呀 大家都想不到 一個怒嵩婆大和的人 總之就很廢的 也不是全世界一帶 Arknex就肯定看它 至少這個表紙看它 就是作為一個學霸 你都不會看這些學渣的 是同一個道理 而且Arknex都要忍了它很久 因為你一間學校 你要分組做project 甚至是模擬戰 你都會分組 因為它是學霸 那那些阿sir說 要我拉回 那些殺力 如果不是 你只會被人吊打 所以通常學霸 都很差一組 所以Shin和Arknex一組 Arknex就覺得它是雷街坊 為什麼有個垃圾在這裏 所以就當它很不滿很不滿 那個時期就不斷吊它 就是大家看小說的治療行間 都會看到 真的沒有停過 不斷炮轟 又桑家犬 就是說 這個垃圾 不要在這裏阻礙地球轉 那裏呢 那裏呢 他當中有說過一句 他就說 你其實在這裏都沒有用 你不懂得打 你不懂得回家 你不懂得回家 聽完之後 那些人就跟他說 他是澳報那些戰爭難民 已經沒有家回了 但是這個時候 正常人可能聽到會覺得 會有些 會覺得 我不是說錯話 但Arknex是沒有的 這個表紙 他就說 你現在還屈我說錯話 說我壞人 他就算哭也哭遠一點 不要在這裏哭 你現在哭的話 你就不會被人打死嗎 Arknex是這樣想的 整個思維 然後呢 這件事都沒有他最表 總之Shin就一直被他調查 這裏也有交代 Shin和Lola之間的事情 就是說回 Shin就很差 總之成績又很差 但是他唯一一個位置 就是他不放棄 又根性 他根性的位置 應該是因為 他對當時 出自對Freedom的仇恨 又不是說 一定是對Freedom的仇恨 總之對戰爭的仇恨 所以整件事 他就吵不放棄 他那時候又說 不知什麼 看術訓練的時候 Shin直接是廢到 會被Lola打落地的 那些人 Retection版他都照舊 還是被Lola打落地 然後Lola就說 他打落地 他會不斷起身 就算好醜 他也會起身 所以那時候Lola已經覺得 也算是這樣的 也有關少少 結婚男人 但是那時候也有說 Argnes和Lola 當時是朋友 見到他 然後見到他 跟阿珍有這樣的關係 他說 你不是喜歡這些年輕人 是廢物 然後Lola都第一時間 說 不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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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女人都是這樣 去到之後 也有交代Argnes 對於自己有要求 對於他的伴侶也有要求 他就覺得 自己也出身不錯 成績也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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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上我一定是一個有料的男人才是 我想很多單身很久的女性 可能都是這樣想的 不知道 可能大家 心頭高 也同時解釋了 為什麼劇場版這個死表 只要去貼基拉大和 因為貼基拉大和 他就可以成為最強的男人的女人 對 總之他覺得他的另一輩子 配得起他 而Lola當時也有受到 Argnes這個想法的分圖 也有差不多的想法 覺得自己的兒子 怎麼都不可以太壞 真的要拍攝自己 那一隻 所以Lola當時 在士官學校的時候 是有一個男朋友 叫Fr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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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提到這個男朋友呢 其實輕輕大過 但這個位置很棒 一說他們就分手 在餐廳那裡 男生就跟Lola說 不如我們分手吧 聽說Lola 就聽到Lola 震驚到 震驚到震驚到地上 呆了 我有沒有做錯什麼 Lola也挺好人的 我有沒有做錯什麼 還是我沒有聽美玲說 那個男朋友就跟她坦白了 我喜歡了Argnes 混蛋了 我真的大混蛋了 原來Lola也有說話 其實當時 他們確實有三個一起玩 但是那時候 他就沒有意識到Argnes有任何想 混混這兒子的舉動 或者怎樣 就是表紙的複雜 一開始後來 後來Lola沒有意識到 後來就串通了整件事 原來是這樣 原來是真相指的 對 總之被人錄了 所以那一刻就不開心了 但是那一刻 他也有說 他叫做看清了Argnes 是怎樣的 這裡就是 原來早在士官學校的時期 Lola和Argnes 已經有牙齒印了 Lola說 雖然不會當她是朋友 但也會正常跟她說話 就是假裝做朋友 女人都是這樣 對 女人都是這樣 女人都是這樣 一年姊妹 一年八婆 好的 所以這裡就是這樣的交代 就是Lola說 被人扣了一條陣子 亦都開始索造這個表紙的角色 越來越鮮明了 這個表紙 但是後面就更精彩 然後就回到CD的時候 就是又回憶完這個學生時期 因為講那麼久 原來就是因為那個整備佬 然後就發了一個訊息 就是讓她想起一些東西 對 就是發了一個訊息給她 就說什麼呢 你月光之法都很厲害 很厲害 不過你知不知道 Shin和Ala最近拿了Faith分章 對 就說Lola馬里亞 不是 他說Lola馬里亞和Shin好像在拍拖 就是update她 Bino就原來一個狀況外 又是 什麼了不起 而Argnes一收到 就生氣了 現在跟大家說Faith的定義 即是搭多最精英的電視 都是賊的 不是 好像是異獎直屬 異獎直屬 特務部隊 特務部隊Faith 就是最威風的 好像蘇花 每個人都是賊頭 沒辦法了 阿斯亞最賊的 知道嗎 算了 然後就說 為什麼她會有Faith分章 Argnes那一刻是完全接受不到的 為什麼不是我 不是 他想那一刻就是 為什麼Lola會有Faith的男友比她 嗯 為什麼不是我有男朋友 還要那個是Sin 最看不起的男人 他完全接受不到 然後就生氣了 很生氣很生氣很生氣 整件事就是講Argnes怎麼去妒忌她 也有呼應 為什麼Sith Freedom的時候 Argnes不是不斷去串她 就是這樣來的 整件事 所以這部分我也覺得挺好看 去到後期 就戰敗了 即是 耳掌就收他皮 接著Minellaba就戰敗了 彈出了一個新的人物 而這個人物也比較重要 是會輪到下去 劇場版會突然看到一幕 很奇怪的就是 Strike Freedom 給別人的Foundation 紅色騎士一刀斬 幾乎騎士 總之被騎士一刀斬 總之就是Strike Freedom 無端被人打緊了 但是我看的時候 完全不知道什麼事 也是這樣出一幕 就完了 完全沒有 clue 不知道做什麼 原來在這裡補完 就叫補完 原來應該是有一個 叫做Freedom 被強奪的事件 是 有出現過的 而這個事件 原來追溯到以前 原來說監督福田 是說真的有這個劇本 也不想廢除這個方案 所以就這樣 不知道是叫做強硬 還是順便 加回到這裡 那整件事是什麼事呢 就是 以掌派敗走 即是收了皮 然後Agnes 那時候就認識了一個新男朋友 對 那叫做 那叫做 Leonardo 李安納道 對 李安納道 那這個李安納道 發生了什麼事呢 這個李安納道 都不是很討議長的 因為Agnes和李安納道 都不討議長 所以他們兩個就走在一起 即是釘投意合 對 Agnes不討議長的原因 純粹是因為 真飛鳥和 羅南馬里亞那些 是議長喜歡的人 所以他就不討議長 是不是很瘋 那條女神 所以他會覺得 阿珍和羅南 是靠議長上位 是 那李安納道 這個玩家做什麼事呢 我們說見到 Strike Freedom被人打爆了 應該呢 即是電影講幕 那裡會出一幕這樣的 就是這個李安納道 坐在裡面 如果我沒有猜錯 而為什麼這個李安納道 偷到這部Freedom 可以拿上去 而不是基拉呢 那時候其實發生了什麼事呢 就要說回整個CD的戰後 CD戰後 Compass成立 大家都知道 就是利古斯他們那邊 而Shin和羅南 就加入了Compass 是 我想阿珍和李安納道 都有加入Compass 嗯 而他們加入的目的 或者什麼 純粹是 因為李安納道想拿 Freedom 是 因為有說過李安納道 他經常有吉據的 小說在說 很想拿取得到 Freedom 這一次也好 想拿取得到 然後Argnes 就像我們剛才所說的 因為父母是政府高官 那時候 其實所謂偷到的Strike Freedom 原來已經是 異色那部 即不是舊的那部 即是新的Freedom 即還沒有在基拉手上 純粹運過去給他 所以就可以在這些時刻 動到手腳了 那時候我都在想 為什麼會偷到的 原來是這樣的 即是你從一個廠出來 你都要運過去給基拉 整件事就通了 因為他那時候就說 做好了 即是你當Strike Freedom 意識做好 之後他要運 他還要說 那個運的那條 route 是伊薩古提供的 是伊薩古負責這件事 是伊薩古拆了 而在途中 應該就是 尼安納道 即是李安納道坐上Strike Freedom 即是總之 表紙成功安排到 令到他可以偷偷地坐上 Strike Freedom 是的 這裡是涉及另一個線索 就是在戲裡面 卡卡里有說過 即是一開始 就是政治的 是 就說過這句 Freedom強奪事件 一來講Freedom強奪事件 然後他就欠了Foundation 即是劇場版敵國的一個人情 那時候就是 Foundation突然提出共同作戰 即是那件事 共同掃擋這個Blue Cosmos 但是那時候澳部 又不是很想得罪 這個Eurasia 就是說 但是我們又欠了Foundation 一個人情 那時候我們一直都不太知道 什麼人情 因為其實那時候是戲的 我想頭十幾分鐘 大家還沒有入到 即是大家都完全不知道 什麼事 現在如果你異刷 我就知道什麼事了 但是因為看了這本 才知道什麼事 那就是講 歐布欠了Foundation的人情 而那個人情應該是什麼呢 就是 Strike Freedom 當是被Leona偷了 先 就是Foundation的Black Knight 斬齒了Strike Freedom 就是由他來搶回 Strike Freedom 就送回歐布 應該是這樣 所以That's why Rising Freedom Emodal Justice 爆了之後 他們一起走回去 一個歐布秘密的地方 沒有機器 為什麼突然間有機器 歐布IT婆 出生了 歐布IT婆 我忘記了 我忘記叫什麼 歐布IT婆 大家都知道哪個 然後就突然間 有三部機器 所以Freedom 無限正義 不是無限正義 這是Destiny Impulse Destiny Impulse Destiny Impulse 總之三部 就是這樣 沒有無限正義 因為無限正義 一直在阿斯人手上 所以整件事就是這樣 就是他去搶 Strike Freedom 但是搶不成功 然後就被Black Knight過了一棟 也是政治陰謀 應該是借這件事 去給人情 Obo 從而促成到Compass 和Foundation的共同促進 所以Gate Line才會變 可以陷害到Gate Line 一切都是陰謀 就是由李安納到 由李安納到開始 而李安納到就是 偷了Strike Freedom意識 之後 去到Foundation的角境 然後被騎士控制 控制到什麼 這些我們就不知道 因為去到後期 完全沒有加到李安納到的 這些是純粹推測的 大家都看到 去Safe Freedom 開頭 Arknes應該是單身的 所以 這個李安納到 我想多數都死了 整件事就這樣 看完這本 之後就更加知道 這本就是 《月光女武神》大概提過的 其實都真的補完了很多東西 嗯 所以是 挺開心的 就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 這次都頗長了 我也希望大家 有機會可以快點看到 這個Safe Freedom劇場版的香港 因為如果香港上 我也可能有機會 在這個時刻 我會很想再看一次 那就對了 因為呢 我一定會教包場 我已經是落實了 那這裡 也都可以宣佈一點點的 那其實外界呢 跟Levin合格的 就是在想怎樣安排一個 美好的包場體驗給大家 老實說 香港確實上的日期 還未定的 還未有消息 但是有消息 我就會馬上聯絡大家 我已經在想 整個run down 是怎樣去做 那到時 就可能有些 多一點的節目 或者是一些小遊戲 我還在想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他 那除了這樣之外 那接下來 還有一句 Safe Freedom還有一條vlog 就是在日本很多不同的景點 大家看看我們 怎樣抽好那些襟章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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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是OK的 然後 之後 就能力所及的情況下 我應該還會出一些 跟Sid有關的解說片 Sid和CD的冷人包 走不掉的 就跟大家玩一下 就是看起之前玩一下 我覺得都OK的 那些就沒有其他情況下 你推給朋友 都可以 當然還有機體解說 然後還有很多 有很多Robo1 DioSid的 買齊了都還沒開過 很多事情要做 剛剛今天才開訂的 Metal Robo1 就是Siluator 嘩 帥到不得了 所以就很多很多 content 都等著要出給大家的 所以都是那句 記得讚好分享訂閱 就OK 希望大家聽得開心 好 就是這樣 這條podcast才來到這裡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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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